在欢乐颂2发布会之后 主创们也是在当天晚上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开播盛典 也是欢乐颂小区的演唱会 舞美是热力开唱 让我们对欢乐颂2 舞姐妹的新故事 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22楼舞美唱着主题曲和大家见面 这自封的最火女子团体 果然名不虚传 从演员变身歌手也是如鱼得水 除了舞美之外 欢乐颂2当中的男友团 也集体亮相 小包总杨硕穿着玉袍 上来就给安迪送上热情一抱 两人以歌传情 戏里戏外都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了呢 既然爱就放开手 今后有我陪你走 第二集当中 小包总和安迪的爱情线成了最大的悬念之一 开播盛典现场 两人也终于发福利 小小剧透了一把 可以确定的是 在即将展开的新故事当中 小包总成了安迪人生当中 当仁不让的第一男主角 小包总会把所有的一切都会给他 去关心他 爱护他 呵护他 保护他 对不对 对 杨硕演的也确实是很好 就是真的不是迷倒安迪 我就是像迷倒一大片人 看来小包总实在是热情攻势难党啊 电视机前的女生们 可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剧中甚至有一首配乐 都是创作人 在看完了杨硕的表演之后 为其量身定制的 如此具有感染力 你就说期不期待吧 所以我们在泰国那个假期的时候 然后小包总带着安迪 就是各处玩 然后骑着一个小电动车 特意为了你的表演 写了一首歌 开播盛典完整版将于5月10号晚上 在东方卫视播出 更多动人歌声幕后花絮故事 都将一呈现 喜爱欢乐送的大家 可千万不要错过咯 约了新天地上海采访他